在我国非常不起眼的扫揉草到了日本却身价翻倍 还成了网红景点 扫揉草在我国又被称为地脉 成熟的地脉经常被用来扫地 因为它体型非常质大 这种草的生命力十分顽强 乡村随处都能看见它们的影子 成熟的扫揉草能长到150厘米 有一根木是砖形的 所以不管是在土壤中还是在碎石堆里 它们都能够存活下来 因此它们也代表了一种顽强的精神 这是一种既能吃用来观赏的植物 可是这种草到了日本就完全改变了身价 它们发现地脉会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变化 春天的时候是弄绿色 放了秋天又会变成红色 于是它们将刺程县日丽海冰公园里面种满了这种扫揉草 并且给它们修剪成同一的大小 这个公园摇身一变就成了网红旅游基地 每当秋天来临的时候 扫揉草就会变成红海 人们在红色的海洋中穿梭 很多摄影师会转成前来 为人们拍摄写真 铝游随之带来的各种收入 也让这种草的身价翻倍 亲爱的小伙伴们对此怎么看? 好啦 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儿 最后咱们玩个小游戏吧 你要是能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新作 那么我就帮你测一测桃花运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再会 拜拜